yo 大家好 我是龙 接着上期聊 上一期我们聊到了我在2021年6月份的这个时间节点上 入手了2020年底12月份发布的造型没变 内在变了的此时此刻话题显得很有一点点过气的MacBook Pro M1的版本 对于这一款设备我相信很多朋友会犹豫说都已经是这个时间节点了 我等一等没准能够等到性能更强的传闻中14寸或者是16寸的 这个MacBook Pro甚至说这个造型还会有一点点不同 毕竟现在网上有一些留言已经有一些渲染图了 那关于这个呢 我说一下我自己的几个想法 首先说是价格 当时M1出来的时候 大家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就是我 这么便宜的吗 然后接踵而来的呢 M1的iPad 12.9寸就已经偷偷涨了价了 也可以猜想的啊 苹果一开始的选择呢 就是用低价呢 让M1的准备门槛更低 毕竟呢 苹果也是需要扑货的 有更多的用户呢 才会有更多的软件选择去适配M1的芯片 那生态环境呢 才会越来越好 才能卖的更贵 所以从一开始苹果就给自己是留有后路的 到现在 官网上还能够买到非M1芯片的苹果13寸的MacBook 而且苹果给我们说的是什么 我M1芯片的13寸MacBook Pro 性能更强 料更足 8核起价不足1万块 那隔壁我们还提供英特尔 i54核的MacBook 起价14500 没有特定软件工作需求的正常人一般呢 我觉得都会选择M1 所以呢 等14寸的MacBook Pro出来呢 这个MacBook Pro的售价真的就有可能跟 这个保持13寸的这个MacBook L拉开距离了 其次呢 我们来说一说传闻中的16寸的MacBook Pro 我们现在看一下16寸的价格 1万9000人民币起啊 注意还是6核的版本 8核的版本直接从22200块钱起了 那M1都是8核的 那更是有理由相信 下一代更新换代之后呢 你期待中请用新屏幕 新造型 有比M1更强性能的 没准用M1X或者是M2芯片的这个16寸的MacBook Pro 售价可能会直接来到二字打头起吧 对不对 甚至是22000块钱起都有可能 所以我相信能不太纠结直接剁手买这个版本的人 其实根本就不太会纠结 这个时间节点上入不入M1 大多数这样的朋友我相信啊 肯定是有什么需求就直接剁手了 我还瞎操什么心 对吧 再来呢就是14寸这个尺寸呢 显然是奔着全面取代13寸来的 按照苹果的这个尿性呢 14寸的MacBook Pro发布了之后呢 13寸的这个苹果电脑呢 就只会生下M1的L了 而13寸的M1将正式停产 那这样也符合苹果现在正式区分 Pro和这个L两个产品线的大的方向 一般这样停产的消息呢 提前三四个月啊 代工厂就会有相应的丰盛了 所以呢 如果你期待9月份会有14寸的MacBook Pro 那你先想一想6月份 有没有什么13寸的MacBook Pro的停产的留言啊 另一方面呢 那去年12月发布会酷总其实是说过的 这个M芯片的全面换代呢 预计是两年能够完成啊 那这样大的项目最后拖延了一年半年啊 太正常了 即使苹果很厉害 顺利两年内完成了全方位的换代 作为打头阵的M1 BlackBook Pro呢 会在一年内就完全全方位停产并被替换掉嘛 无论从商业布局方面考量 还是从苹果目前更新产品线的优先级来考量的话 我个人都会觉得可能性不大 16寸的MacBook Pro今年年底呢 可能是真的会来 但是14寸的MacBook Pro真的是不一定我觉得 所以呢 如果你是在等16寸的MacBook Pro等等无妨啊 那如果你的预算不够那么多 13寸的M1 早买早享受吧 对吧 最后呢再说一下最新发布的iMac 我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太看习惯 这个新iMac的大白边 听苹果吹这个灰白会适合家居啊 这种装饰的设计真的是适合吗 我不太确定啊 还是说这个 如果是黑色那种玻璃材质太贵啊 到目前为止我能勉强接受银色的 不知道发布了这么久 你看习惯了没有 好像又是很适合互动的环节啊 那你看习惯了打一样 没看习惯打二 那而且呢发布了这么久了啊 大家也都知道了 全新的iMac约等于大屏的iPad Pro 价格真的也挺划算的也不贵 依然是那种买屏送机的路线 那从这个造型就可以看出来啊 全新的iMac走的是L的路线 那Pro路线的iMac相信未来一年 我们也会看到 而且iMac的这个更新换代 真的是还是在苹果所有产品线中是比较慢的 所以呢如果你是对更大屏幕啊 性能更强的iMac有这样的需求的话 只有再等等了 而我们通过L路线的性价比很高的 这一款iMac呢 我们也可以再次印证 我们刚刚提到了 苹果其实是在尽可能多的铺设M1的设备 优先发布那些在Mac产品线中 比较具有性价比的一些产品 然后像iPad Pro这样 什么适配的东西都没有的 先堆上M1芯片再说啊 这种赤裸裸的在打造全新的生态圈啊 所以呢结论就是这个价格很便宜 全新设计过的 长得像iPad的 虽然我依然觉得有点丑的iMac啊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是真的值得剁手的 那好了又要说再见了 喜欢今天视频的朋友呢 或者觉得今天视频有用的朋友呢 记得三连啊 如果不小心今天视频能够帮助到你 别吝啬你的点赞了 那我们就这样 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video 拜拜